大大学生活产业科技学系徐太奥教授表示 大大学从事乌林森研究的教师人数多达7人 不仅居台湾学界之观 更是台湾第一个研究乌林森降血糖降血压特性的团队 未来乌林森可开发为保健食品和医药品的原料 市场商机预估高达新台币10亿元 过去相关乌林森的成分 特别是利用发酵技术 在怎么去调控它的成分的研究非常的少 我们去发现了在乌林森的液态培养这个部分 它有产生非常多种的功能性的成分 那么包括了这些的三铁类 类黄铜 这个腺肝 还有一些的多糖体等等 药用植物保健学系主任张世良指出 他负责了子计划乌林森降血糖与降血压 生活活性评估 发现乌林森培养物中的氨基酸成分 对情绪血糖血压都有影响 透过糖尿病鼠的动物实验 验证了乌林森具有降血糖降血压的潜能 最主要我们在这个计划当中也研发了一些研究的平台 像有关于胰岛树增名的一个敏感度评估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的话也获得厂商的一个兴趣 那希望说能够计转 那我们也在计转的这个技术 让厂商可以在它的产业里面去评估这个胰岛树敏感度的一些相关的技术 那在这个工作进度报告时 其实它也是一种对自己的要求 要求自己每个月当中必须交出一些工作成果 来这样子的话 一方面可以提升自己的 像是搜寻我们的能力 以及口头报告的能力 以及整理我们数据的能力 那我相信在这些训练当中 在未来当中是可以对自己有所帮助的 随着台湾人口高龄化的趋势 慢性病患越来越多 开发本土保健素材的应用 有助于降低医药费的负担 他们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开端 希望未来可以进一步开发伪药物 造福更多的患者 大约人新闻 流行笑里闺妹 采访报道